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罗姓女泽 是这家的香港富商千金罗女士被绑架案 你别看罗女士这模样 这模样不错 我说长得很美 小美女 但是你想不到她是个非常镇定的女子 你再看下边 这是在深圳 警方发现了绑匪的其中一个背包 你再看 背包里有钱 就是这个赎金 两千 这还有金银首饰 你看金银首饰 这都是在他们家保险柜翻出来的 然后再看港币 一千元 我警方 一千万 对 非常开心的在赎钱 然后破了大案 然后你再看 下边 这是在香港捉住的其中一个包废 全是大陆人 而不仅全是大陆人 全是贵州的一个村的人 这是在香港捉住了一个 那几个现在是在深圳受审 这个就是按香港法律 在香港受审 你知道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什么 不是好几天都没抓着吗 按说警方下了套 就是勒索两千八百万现金 在飞蛾岭大街 那个叫什么 飞蛾山 那家是叫什么 香港制衣业当年四大巨子之一 对 姓罗的 反正我忘了叫什么 罗定邦 这是他们家的一个小孙女 这帮人先是偷渡过来的 现在还偷渡 有一个有签证从深圳过来 然后为什么就是说司法管辖原则 为什么有理由在深圳选你 其中一个就是说你们密谋是在罗湖的一个宾馆 对 就是你这个案件的整个环节当中 要是有几个环节 有一部分是在这发生 那么这就有可以选你的案子 哪边的刑会重一点 很难说 你当年这个就是就是 我觉得这个真很难说 你不能简单的 你以为大陆就一定重 香港一定清 不一定 也很难说 你按具体情节 那但是就是说 当时这个人就报了警 又给了赎金 一连好几天你记得香港出动直升飞机搜这个人 到处搜不着 原来他们是躲了几天之后 又是用偷渡的办法 偷渡回深圳 有一个人还留在香港 给抓了 现在这问题就在于 这几个人 他这个团伙啊 闹分裂 我说我发现今天这个人呢 没有道义啊 这个道义有效 就连干坏事都干不好 没错 水不凉山的事今天也没有了 你知道吗 你想这六个还是同村的 按说一起做下此等大案 然后俩人先去拿钱 拿在一个什么地方 哎 约定拿好了这两千八百万 然后自己先埋了一千八百万 那个负责看着这个女的那几个同伙 没直接去拿钱 然后这几个哥们回去见到他们 带了一千万 就说哎呀 他只给一千万 你就没有 他没给两千八百万 所以怎么办呢 说咱一千万再按照贡献大小 还按贡献大小 分了 分了 分了之后 这个人转头 又去到一千八百万这个地方 先拿点钱 自个儿先挥霍 这就是他 为什么我们这个礼崩越坏啊 你从这个 你从这个我们这个 这个道德水平上 你就能看得出来 这不叫道义有道吗 对吧 对 你干坏事 就是道义无道 是不是 归根结底就四个字 道义无道 道义无道 真的是 就连接 但是相反之下 你别看 我就说这小女孩 现在人家这个防榜专家 就总结这个小女孩的这个经验 说她表现出了超人的冷静 就一般的女孩子 你想几个男的 夸一下进了屋屋里 就她一个人 先开始没想绑这个女的 是超保险柜 但是后来一发现 哎 不女的可以绑 对吧 一般女的那肯定大惊师啊 说哎呀 结财结色啊 那但是 最后 这个女的不但临危不惧 给绑在山洞里的时候 你想 她还主动跟这几个绑匪聊天 有些线索 就是这姑娘提供的 她就虽然绑匪可能蒙着头干嘛的 但是她聊天 她能记住这个绑匪的一些线索 一些特征 一些特征 而且呢 后来呢 曾经有段时间 大家觉得很疑惑 为什么 因为那两天 大家都在追查这家人的身世啊 背景啊 那么这家人呢 其实这几年 他们家族是闹过分裂的 你知道很多富豪家族的是吧 二代 难怪 绑他们的团伙也闹分裂 对 二代就分裂 他们首先真的 这家人是有名的分裂的 打过官司啊 争遗产啊什么 但这个小女孩 她爸爸这一边呢 是这几年搞房地产 搞得挺兴旺 就投地啊什么 让很多大型的 像星红记啊 长河那些财团都吓了一跳 很多地被他们抢去 做得很不错 好 然后呢 那两天 大家都要翻这些材料嘛 也在查这个小女孩子 怎么回事 原来她好像是在中环 做一个艺术品的设计的 这一类的东西 在英国是学这个回来的 结果呢 她一直追查她的隐私嘛 结果她后来主动开一个记者招待会 她出来说话 她出来说话呢 就说呢 她现在呢 需要休息 希望大家给她平静的时间怎么样 就不要再追问 跟绑匪聊累了 但当说话的整个神态 整个记者招待会的表现 是出乎寻常的冷静跟镇定 而当时呢 还有媒体采访一些心理学家 说什么 说了一番相反的话 说什么 她受惊过度 对 说是可能是 恰恰是受惊过度 才会出现这么一乎寻常的镇定 但是这真的很难讲 我这里一个细节 放她是什么时候 是真的收到钱 收到了两千八百万以后 收到就放了她 就放了她 但是那两个人就是说 把一千八百万藏下 拿一千万回去 你可以说 哎呀 数一数原来不对 这也可以嘛 对不对 但我觉得这方面呢 我觉得那些绑匪团伙 也不叫做完全没道义 他还真收了钱放了 我 我 我这个 我 我这个 看这个事情 事后看 我觉得 道义有道 我觉得整个这个事情相当理性 没有失控 嗯 就是说 你看 他基本上就符合 呃 就是绑架的一些最基本的要素都在 嗯 你看 他们是习抢劫为原来的目的 嗯 后来绑架了 绑架了 我们目前也没有听到 他对于人质有什么 没伤 没杀 没奸 对不对 这些都没有 对 所以就是局限在绑架的范围内 实际上拿到了钱了 他们经过谈判 拿到了钱了 就放人了 所以这个在最基本上 这群绑匪 虽然你说他们出自于某乡村乡党 后来内部有些贪腐啊 嗯 但是他们在执行绑架 当然我们要说绑架 本身是非常不好的 这个是先要大前提 要肯定他是个犯罪 但是作为绑匪来说 你看他 因为我们看到太多的情况 有的是失手啊 失票 对 有的就算拿到钱也失票 有的是等不及 失了票还在敲杂勒索 等等的这样的情况 那个发生 对不对 黄德辉嘛 王德辉嘛 小田田的那个丈夫 那不就是第二次绑架的时候 也交了钱了 最后 当然这是个谜了 但是一般认为就是扔海里了 就是失票了 对中国人来说 中国人其实很难接受一条 就是说 因为你首先你绑 强盗 就是个坏人 你对坏人讲信用 有啥用呢 因为他本来就是个坏人 在中国人来讲 这个家里有时候没钱 或者是有钱 他会觉得这个也是白杂 但这件事情整个在基本框架上 我觉得还在一个理性的范围内 所以我个人觉得 不管他是香港省也好 内地省也好 因为这个案影响很大 你知道法律可能会出现一些特大案件 高度重视等等等等 但是法是要有一定的尺度 就是是怎么样的罪 该怎么判 可是你刚刚说那个像我三年 我读过一些材料 我觉得挺有意思 不知道是对不对 有一些学者这么讲 他说对待匪徒 各种类型匪徒 恐怖分子也好 绑匪也好 你千万不要觉得 这反正是个坏人 就没有尺度 就干什么事都行 他能怎么干东西 你对他也怎么干东西 反而要怎么样 恰恰要以一个对待正常理性 有规矩的人的态度来对待他 因为人很奇怪 你比如说我是个绑匪 我今天要干坏事 但你因为注意到 有一个明明是杀人犯 越狱犯什么犯人 你比如说在路上 比如说可能撞到老太太 他还会说对不起 你是个坏蛋 你干嘛撞到 就人的 有些很本能的 就从小到大的那种教养 渗透进来 所以你这时候你用一些 比如说你对一个绑匪 你跟他讲规矩 你跟他讲信用 我答应你什么 我做到怎么样 这种东西对他反而会形成一种很奇怪的约束力 我反而感兴趣的是绑匪这边 因为你知道法这个东西 你右肩一个人 弥肩一个人 强奸一个人 跟强奸杀人 就是这个不同的罪 你一定要事后就要分得清清楚楚 一个人不要说我是为钱来的 你不代表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对不对 因为你知道 敲诈为了一个钱的目的 这种事情到处会发生 但是你要把它控制在一个理性的范围内 你如果 就是说我 我就讲句实在话来的 人都贪好处了 人都贪财了 但是你这个里边也是要讲一个性了 你不能够破掉这个性 你破掉这个性 为什么这个司法制度很重要 我就怕是怕什么 怕就是说如果都罚得很重的话 那以后有些人 尤其是乡村出来 他没有受过法治基本常识的人 他就觉得我既然做了坏事了 我就一不做二不休 我就破晒 对不对 我这个你看 你看我只要被抓 我就是死路一条 对 我只要被抓就是死路一条 那我还不如早点 就成胜吴广要揭竿而起 对 如果说呢 不能走极端 如果说法律判的时候 能够分出这个梯次轻重 对 你这样的话 他在整个犯罪过程当中啊 其实任何一个环节 他会考虑 都有人动摇 比如说他会算计 如果我自首了的话 对 可能 但是如果说一个国家的法律 告诉他 你犯了这事 枪毙你一百回都不冤 这家伙 那他给你枪斩到底 对吧 所以还真是 而且这个 所以这个法的惩罚程度 而且这种事情 说难听 他陆续有来的 他从来从古至今 他都不会断的 对不对 怎么来应付这种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 对 而且呢 就是我觉得 徐老师说的这个 也是源于 对我们这个社会底线的认识 你觉得他们道 还是意有道 你看 你的这个评估底线 就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 他收了钱 放人 这个是他的道 对吗 我觉得在现在社会上 不容易 是吧 不容易 就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 以一个不太正当的方法 获得了一笔钱 没错 然后他就只限于这笔钱 然后就算了 我觉得这个是诚信 我认为受害人家属 应该给他们送贬 是吧 送两块贬 一块送公安 警方 是吧 正义精英 一块一块 言而有谢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塞人形 这些人 再见 这七个绑匪啊 不是一个村 他都是贵州 汪安县的 一个地方 一个县的 其中一个人 对 以前 在香港叫爬房 就是入室盗窃 在香港 在爬房 多人都有这个案底 犯罪前科 是有案底的 但是我觉得刚才 徐老师提这个话题 也很有意思 就是说道德这件事情 你发现没有 它是存在于 它无所不在 它无所不在 而且呢 有的时候 这个道德和那个道德 会打架 你比方说 举个例子来说 咱们要是四个同伙 咱犯罪 对吧 好 咱们商量好了 被抓招之后 统一口供 统一口径 就撒同一个谎 谁都不许出卖别人 都照着这个谎撒 OK 那在我这个公安 强大的攻心攻势之下 有一个人抵挡不住了 他说了真话了 那三个人 还在坚持我们这个谎言 你看啊 这个在我们公众的道德上 你们都是犯罪 但是在这四个人的 小道德上啊 你太不仗义了 你出卖了我们仨兄弟 在公安的角度来看 你是坦白从宽 对 你是或者是怂啊 或者是你配合了 你后悔你的行为了 好像是改邪归正 但是你背叛了 你们四个人之间 实行的这个 所以你知道 我这次参加这个演说家 我碰见这个 我的这个队里 有个律师林正江 我跟他还学到一个东西 他就讲啊 说这个现 他说这个现代法律当中 其实你不要以为 说什么法律 跟人情没关系 他说不是的 他法律里面有个人性原则 比方说就规定 你不能逼迫 你不能逼迫亲人 妻子出卖丈夫 你不能逼迫 要他要检举 他自己检举 但是呢 如果你采用强迫 让强迫他揭发这个亲人的话 这个也不是法律的精神 我觉得这东西挺有意思 可是你刚刚讲的这个 我觉得除了从这个角度讲 还有一个问题 其实这种所谓的道德矛盾 在现代社会很常见 因为它最常见的场合是什么 就所谓的专业伦理 跟一般道德的冲突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比如说像当年的纳粹军官被审讯 他们会觉得我很专业 上级交代的任务 我一一完成 我要是不完成 我就不尽责任 我不忠不信 那么由于我要进到我的专业伦理 我只好把这些犹太人全杀了 那你比如说甚至你反过来 我们看抗战的时候 有些日本的日本人侵略我们 当年也有些日本军人就临死不屈 被我们抓到了 被国军抓到了 然后切腹自杀的也有 那么这种人在我们看来 你反正就是坏人 你来杀我们的人 对吧 你最后输了 你切腹自杀 这有什么了不起 但从他们军队内部角度 这个临死不屈 这是有军人的精神 就很多这种事 那你说这个叫不叫道德呢 我理解他的意思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一个层面 法律到道德是根据这个专业精神的 但是还有一些好像更高的 更高的伦理上的 那个绝命读诗里面 那个细节我的印象非常深 你记得吧 那个男的是开始是为了老婆 自己相信得癌了 他去制毒 犯毒了 就是制毒了犯罪了 后来他太太也知道了 也知道了到最后 他准备承认了 他准备出去了 但是他就是说 我如果 那个时候他跟他太太又分开了 他说我如果一承认的话 你就是同伴 结果他太太说 我还没有签字办离婚 换句话说 他只要一天没签字办离婚 他就不会成为同伴 他没有义务来揭发他 你知道 这个悬念放在最后面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法到最后 如果一个法要逼迫到人伦关系的崩溃 我觉得他们好像要守住这条线 包括我们之前讲的你父母跟小孩的关系 夫妻之间的关系 你如果要逼到他 我们昨天讲的一个说 假如一个父亲交通事故 真的是出道 把人家撞死了或撞伤了 高考作文题 你叫女儿来揭发 我说假如出这样的题目的话 太残忍了 因为女儿如果包庇他 那你一辈子再犯法 但是女儿因为我的揭发 我害死了我的父亲 他将来就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那你彻底的毁坏了 女儿跟父亲之间的关系 这个坏人伦 这个叫我们古代 这个叫师天下 所以孔子是叫 应该是按孔子的女儿 应该背着爸爸跑 对吧 现在做不到这一点 我们的制度 不应该把人逼到这么一个角落 对 是 这个还是容易明白的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 咱们每个人在社会里 实际每天都要面临 很多这样的选择 对 他还有更多的这个圈的道德 和那个圈的道德 你守哪个 你比如举个例子来说 好像说 你比如我守一个 我自以为是的江湖规矩 比如说我不评价同行 可以说好话 但我不会批评他 那平常经常有些新闻 大家说这个主持人说了什么话 如何如何 对吧 你觉得怎么样 你看我 你怎么打呢 除非迫不得已 我不会说 但是呢 我守了我这个小的江湖规矩吧 对吧 可是实际上呢 从另一方面来说 也许公众觉得你应该 因为只有你懂 对吧 或者你是专业的人士 你对这个问题的分析 我们特别想听 这个对更大多数人的知情权 有好处 但是对不起 我不为了你更大多数人的知情权 坏了我们这小圈子的黑规矩 你看我不一定是正确的 可是我会面临一个选择 就包括说白了 你再说近点 人有什么正义 就是你自己在 比如说我可以说别人如何如何 但是哪天要是子东出了事 或者说是我的一个哥们出了事 那对不起 我当然不会支持他 他要犯了罪 我不支持他 可是我多半会选择 坚默不语 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说 你作为一个在公共平台上发声的人 见到这样的行为 是吧 哪怕是你的朋友 你难道不 你不谴责吗 这说起来好像是有一点惭愧 可是呢 言必信 行必果 诺必成 这是当初司马迁讲 你听我跟你讲 这个事情推理下去 什么事都不能细想 那细想就很复杂 比方说 OK 那么你这么说 还觉得这个人挺仗义 对吧 他自己守他的这个私德 他不批评 他这个犯了错犯了罪的 他的这个朋友 OK 那么假如你是一个 这个这个像文道这样的评论家 对吧 好 那么于是这个里面 事实上又出现了一种不公平 就是说 哦 那咱们最好啊 跟邓文涛搞好点关系 跟他交成好朋友以后啊 出了事 他就不说话 出了事呢 全世界媒体都在说 至少他不会多这一嘴说 哎 你从这个地方看 似乎又于这个公义啊 产生了某种不公平 那就变成哎 我跟你关系好 就比较好点 不是啊 文涛 但这个情况是这样 就我们不要忘记 还有另一种规则 你比如说 你如果作为一个常常对公共事务 或者对某个人一常发言的人 你本来就不该说任何你熟视的朋友 或者你圈子内的人的事 你这个说的开解了我 这个这个不是你江湖黑龟 有利益冲突 这是专业伦理 有利益冲突嘛 对 要避嫌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 像我以前在凤凰做开卷八分钟 那个读书节目 我也常常有很多同事出书啊 就我们这几人出书 他从来不介绍我的书 我从来不介绍子冬的书啊 然后你比如说 你也不介绍我的书 你有书吗 我没有 那你比如说就算是老板刘长乐 他有时候 那次他不是跟幸运大师有个对话录吗 那么同事们说 哎 你介绍一下 我说绝不能介绍 你这 因为这都是会有利益冲突 像我们那么好朋友 你就天天一起做节目 你怎么去介绍 所以这个会坏规矩 所以这个节目 现在已经不在了吗 请请在一期广告之后见 而且你看 徐老师刚才讲的意思 你比如就说这帮绑匪 他本来也有可能判强奸罪 他说不定会强奸女士主 对吧 也可能犯私票 就杀人罪 对吧 或者伤害 比如说割个手指头回去 这边还活着 他没有伤害 也没有强奸 对吧 他只是勒索 最后拿到钱放人 其实这个情节应该仅仅按照他这个情节 才定 对吧 但是我再深一步 你比如说 你们中间有一个人私吞了一千八百万 我能不能判你一下 这个会 当然也会 这不算犯法 这不算犯法 这不叫犯法 你在你们这小团伙要有个道德法庭的话 对 但是从法律来讲 你比如说同伙之间欺骗这不叫犯罪 这不叫诈骗 你诈骗是发生在什么情况下 假如说你在诈骗一个合法登记的公司 在一个合法的商业交易之中 发生诈骗 这叫犯法 但是你们本来就是同伙 就比如说我给你举例子 这个案子判完了 对吧 那几个都进去了 但进去之后 我们还要享受司法帮助 我们要骗这哥们诈骗罪 对吗 还要告他诈骗 我们几个 他骗了我们一千八百万 我们能不能向他提起民事诉讼 桃花桃花 这个好像不行 没有不行 因为那钱早就归还了 因为有个基本法院不承认你 这个非法护照里的这个东西 所以这就是说道义有道 他不上法律的这个 所以这个层面的东西 又不能靠法律了 但是这个故事 恰恰是整个这个案件里面 最吸引大家眼球的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对不对 其实平常 就是绑匪也贪腐啊 我们平常碰到更多的事情 就比如说你所在的公司 干了一个不法的勾当 这事你要是个良民 你要是个公民 那么你应该去举报 可是你真的去举报了 我想这个公司内部的很多人 会觉得这哥们太缺德了 对吧 他是不是有这么一个 我想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不讲一些极端的恐怖分子 或者什么战争罪行纳粹 我们不讲 正常情况下 不管你的地位很高 或者说地位低到这样 乡党出去情节 人其实最看重的 还是自己认识的人 对他的看法 所以 我觉得是 就是比方对他们来说 他那个乡里乡亲 对他 如果说都是这样 唾弃他的话 我觉得这个惩罚 那挺难看的 对 这个跟法庭 还不是一回事 就比如说像 黑社会的 像以前台湾那些黑道 我知道一些 他们很在乎 道上的兄弟 怎么看 怎么干这事 对了 你公安看 我反正也就是这么回事了 但是我出来以后 就没得混了 所以随便什么事情 为什么说要信用呢 就是你归根结底 你是要面对你的家人 老婆 你相亲你的父母 你回去 你对到你的父母 你要是采取了一些极端手段 就算你在外面 你利用公权力 你占了便宜了 你自己做人 做不下去 所以有些时候 这个事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道德的复杂性 完全可能存在这样的人 就是在公众眼里 一个特别有功德的人 实际是一个特别缺私德的人 这样的人 我在今天社会见得太多了 你看这有两种衡量 就是因为公德 是演给你们看的 但是他真可以 为了这个公德形象 出卖他私人的朋友 你知道吗 这就是在私人朋友圈里 这简直是个小名的 接着为您播出 健康新概念 在公众眼里 是个光辉的人 你说到这 我还想起来 你知道在监狱里面 他们怎么判断 谁是最坏的